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2年春节前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接到一位母亲的求助 委托人李大姐 想要见自己的儿子 李大姐的儿子小祥 一直在浙江省的一个小镇打工 最近几年 他拒绝和妈妈见面 也不愿意和妈妈联系 李大姐很担心 也很着急 那么小祥为什么不愿意见妈妈呢 他和妈妈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结 他现在还好吗 接到李大姐的重逢委托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决定 先和李大姐 在小祥打工的小镇会合 在一起商量 接下来的行动 你好 你好姐姐 没事 关键就是感觉要过年 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跟孩子说明白了 你们一家人过个团年 就多好呀 是吧 太感谢了 没事 没事 李大姐只知道儿子小祥 在这个小镇打工 但并不知道具体地址 和李大姐商量好 聊一聊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决定先让李大姐尝试 和儿子进行电话联系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 answer Please redial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在转发中 请稍后再播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 email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 answer 等着发颗颗留言 看看会不会 好 这是在线的 能看到它在线的吗 对 能看到它在线的 儿子妈妈有急事找你 他是个孩子 他不接你电话 不跟你联系 我相信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吧 对 我就是想 想 想 给妈妈有什么心结 也可以对我说 我说的不对的 你要跟我说呀 是这样 尽管已经接近凌晨 但此时 李大姐越来越着急 想见儿子小翔的心情 也越来越迫切 小翔不接电话 只能想其他办法 李大姐有小翔几年前的 一个同事 小勇的电话 他之前和小勇 沟通过多次 但小勇一直说自己 不知道小翔的地址 李大姐决定 再次联系小勇 这一次 李大姐已经来到了当地 小勇会告诉李大姐 小翔的近况吗 他到底知不知道 小翔的地址呢 小翔你好 你休息了吗 这么晚了 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 阿姨现在过来了 在外面下雨 我也找不到路了 怎么回事 他没有回我的 没有接我电话 没有接我电话 他上夜班 你能把地址划给我 我就打一个车过来吧 李大姐儿子的同事 会告诉他小翔的地址吗 小翔不肯见妈妈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也许 每一份冷漠背后 都会有一段辛酸的往事 那么 李大姐和儿子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五天前 在好久不见眼多时 她和我们讲述了 这个家庭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陆瑶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这里是麒麟卫视 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我是陆瑶 欢迎大家 首先欢迎 情感召唤的各位成员 欢迎情感专家 黄小梅老师 欢迎自身律师 袁李老师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还有机会 获得红包奖励 有请委托人李秀菊 李大姐来这边请 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但今天来到这儿 是为了儿子吗 你现在平常联系不到儿子吗 我联系 他就是很排斥我 他很排斥你 对 是就是有他的电话 微信吗 都有 都有 对 委托人李大姐的老家 在湖南省 他现在在江苏昆山生活 李大姐的儿子小翔 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了当学徒 和打工的生活 小翔 今年三十岁 现在在浙江省的一个小镇打工 小翔一直不肯告诉妈妈 自己的地址 也拒绝妈妈去看他 最近一年时间 他甚至不再和妈妈沟通 李大姐一直想见儿子 他想知道自己的儿子究竟怎么了 我发信息也不回我的信息 我也怕他有自闭啊那种 我每次想去看他 他都要拒绝我 拒绝我去看他 我说儿子我要过来看你 他说你过来了我就跑了 那我说妈妈又不嗨你了 也不骂你 也不打你 我说你为什么要跑呢 李大姐很担心 她想知道儿子的现状 也想知道儿子为什么不想和自己联系 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漠 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知道他有什么心结 才知我 我想跟他有正常的沟通 经常跟我联系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19年轻戒 我说我来你你不想我来看你 那你过来看我呀 嗯 她也不回答 哦 回的最多的就是知道了 有个时我们要去看他 他就是说不用 永远就是这两个词 因为我找不到他 我也很着急 我就发了疯的响 李大姐的儿子小祥 不接他的电话 不回微信 只是偶尔在QQ上 给他回两三个字的信息 不知道儿子的情况 李大姐很担心 一次 很长时间没有儿子消息的李大姐 甚至选择了报警 那是为什么会报警呢 我指指了你借钱 害怕他被骗 那我联系不到他 我着急了 我就报警了这样的 然后呢警察找到他了 警察找到他了 那当时儿子有说 他为什么要找亲戚借钱吗 他就是他说他的脚痛 我就问他 我说你的脚痛 你没有上班 你可以在我家里来养 养病 也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先看 查清楚是什么情况 就怎么治 对吧 他就说不用我管 就这样 所以我也很担心 是不是生病一直没好是吗 对 身体状况是什么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孩子 两个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那你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啊 跟女儿就是 有正常的沟通 我发信息 他也会回 打电话也会接 女儿跟他有联系吗 女儿跟哥哥 都有联系 但是都不互相联系 意思是有联系方式 对 但不会互相联系 是的 李大姐的女儿 一直在外地打工 和哥哥之间很少沟通 也已经很长时间 不知道哥哥的近况 事实上 他和妈妈的联系也很少 那么 究竟是什么 导致了这个家庭亲子关系 和兄妹关系的疏离 李大姐和儿女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你在 在说的时候 你说了好几次 这样的词语 你说我想让孩子回到 我这里来 回到我家来 你回到我家来 因为我在想 妈就是家呀 妈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啊 然后 您一直说 让孩子回您的家 而不是说 回咱的家 就是您的婚姻状态 是 现在是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你没有说明白 我们是 16年的时候 跟前夫离婚的 现在是 对婚姻的状态 也就是说 您重新 组建了家庭 对 那么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是孩子的话 我好像能 理解他一点了 因为 妈妈的家 不是我的家 妈妈和别人 重新组成了家庭 这样的话 从一个男孩的 自尊心来讲 那么他就比较 要强一些 他觉得 可能你对他好 但是那个家 并不是他的家 所以他不想跟你联系 就是我经常 经常联系他 他不回我 我也不怪他 因为 这也是我 我自己的错 因为从小 没有陪伴他们 他们就习惯 不跟我沟通了 这一点 我也不怪他们的 2016年 李大姐和前夫离婚 之后组建了新的家庭 对于妈妈离婚 再婚 儿子是支持的 李大姐觉得 儿子不和自己联系 是因为在儿子小时候 自己没有好好陪伴他 那么 儿子不和李大姐联系 真的是因为 妈妈小时候 很少陪自己吗 他的童年 又是怎样度过的 那孩子们小时候 到底是 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童年的时候 就是 他那个状态 就是 我特别不能回忆 那个时候 我就今年 挣钱给他们养家 你是在哪儿挣钱啊 一开始是在广州 后来就在 浙江也 做了十几年 一直就 在一个厂里面 做了十几年 所以你说的 小时候没有陪孩子 是很早就出去打工了 是吧 对 在孩子多大的时候啊 我去去打工的时候 他才五六岁 我觉得两个孩子 特别的可爱 他们也很渴望有一个妈 别人玩呀 什么的 都有妈妈 叫的回家吃饭呀 什么的 衣服也有人洗呀 饭也有人做 但是他们没有 就是饿了 买方便面 拿钱给他 你去买方便面 买一点吃的 就随便 就吃 从孩子五六岁的时候 就出去打工了十几年 那哪年能回来几次啊 我就为了节约 那个 路会 过年都不回家的 过年都不回家 对 我出来的时候 五六岁就这么高一点 等我回去都有我 这么高了 都 声音都变了 就叫一声妈妈 我就哭得不行了 我就想到 没看到他们长大 我就 我就想到 儿子都长这么高了 我都 我都没有照顾过他们 我也经常对他送妈妈 也是被逼的 被生活逼的 04年的时候 到服装厂 一天要上十五六个小时的班 只拿五百块钱 一个月要寄给他们四百块钱 换 舍不得吃 就是 尽量少吃一点 就这样 你自己只留一百块钱 对 一百块钱包括自己吃饭钱 对 所有的开销 但是这些我都不会告诉孩子们 你的前夫是不在外面打工的 他是在家里 是吧 家里的经济靠你 是吧 对 他从来不出来打工 还是小事情 他还会赌博 不管孩子 我女儿小时候 家里面 电电话了 他爸爸也不跟他修 就是 坏了不止一天两天 坏了十年之久 都不修 也不扯一天 扯一根电灯线 把那个线揭起来 也不帮他放一个灯泡 或者说是开关 点蜡走在床上看书 他们家以前是木房子嘛 那个棉被都烧了几床 蚊帐都点燃了 还好房子没有烧 都火灯了是吧 对 他都没有给他放一个灯泡 我特别对不起两个孩子 我没有照顾好他们 如果是现在他们还小的话 我能愿放弃工作 能愿借债 养他们 我也愿意 长大了 再偿还 我也愿意 就是回不去了 我也看了好多好多 就是小孩子 是爷爷奶奶带 然后就是说 你又没养我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 就是这也是我的错 真的 我很对不起两个孩子的 我特别对不起他们 所以说 李大姐她是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是想尽办法去 给孩子赚钱 但是没想到呢 却忽略了孩子的成长 可能会给孩子 造成一定的影响 老师们是怎么分析的呢 的确 我看到了妈妈的这份自责 觉得说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可以一切重来的话 我一定会陪在孩子们的身边 你希望孩子们 在小时候 拥有你给他们的那份爱 这个我真的看到了 你也在努力 你也在努力地做着 我不希望你是自责的 因为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孩子爸爸应该出去打工 你在家里好好陪孩子 但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要求别人 对吧 我们只能让自己去做 能做的事情 从您的个人来讲 不能苛求您 做得过于完美 因为谁都不了解 生活的担子有多重 这是第一点 但是如果说 对我们电视机前的 类似的观众 我倒还有一句 很真诚的一个建议 就是 补的爱 远远没有原味的 原始的爱 让人记忆犹新 对孩子的爱 你如果你平时不去做 过后去补的话 你补不出 原汁原味来 补不出 陪伴 原汁原味的效果来 我们看到了 在小的时候 爸爸除了打 就是骂 您刚刚讲的 对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 一定是胆小的 自卑的 是两个孩子的 胆子特别小 因为孩子害怕呀 是的 我哪句话说错了 可能会挨骂 哪个事做错了 可能会挨打 所以孩子们 从小就会是一个 胆小自卑的状态 是的 特别自卑 就是现在 如果我见到孩子了 我都特别不敢说多话 我害怕我说错了 又怕他们生气了 不理我了 就那种 当您战战兢兢的 去爱一个孩子的时候 第一 孩子感受的是那种梳理 冷漠 距离感 那么还有一个状态 是什么呢 妈妈太苦了 妈妈的苦 是不是因为我们造成的 如果没有我们的话 妈妈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黄老师说的对 女儿是这样说 他说 那要是你没有我 你不是生活得更好 我希望孩子不要这样想 我同意您 就是说照顾孩子的心理 怕伤害到他 怕他因此跟你更疏远 我理解您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包装的话 那么就容易让孩子体会不到 您的爱的全心全意 好的 如果能够在见到儿子 联系上儿子 你最想跟他说什么呢 我最想说 儿子 妈妈是爱你的 妈妈虽然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给妈商量 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担 女儿也是一样 两个都有什么事可以给妈商量 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地调解一下 你们母子的关系 希望调整一下儿子的状态 那之后呢 我们的重逢团队也会出发 好好地去帮助你 好吗 我们也期待之后的结果 也期待你们的生活 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演播室录制结束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前往浙江省 正如在节目开头出现的一幕 李大姐首先尝试和儿子小祥 进行电话沟通 儿子好 你吃晚饭了吗 儿子妈妈有急事找你 我就是想 想跟妈妈有什么心结 也可以对我说 我说的不对的 你要跟我说 小祥不接电话 只能想其他办法 李大姐有小祥几年前的 一个同事小勇的电话 她之前和小勇沟通过多次 但小勇一直说自己 不知道小祥的地址 李大姐决定 再次联系小勇 小勇你好 你休息了吗 哦这么晚了 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啊 啊阿姨 现在过来了 在外面下雨 我也找不到路了 怎么回事 她没有回我的 没有接我电话 啊 没有接我电话 她上夜吧 你能把地址划给我 我就把一个切过来吧 本栏目将品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的营养物 骨比例有情提供 凡是添加主持人陆瑶和燕琳微信的朋友 都有可能获得 专为中老年养护骨关节研制 补密度养软骨 润关节三合一的营养物骨比例一盒 养护骨关节认准骨比例 哦这么晚了 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啊 啊阿姨 现在过来了 在外面下雨啊 我也找不到路了 怎么回事 她没有回我的 没有接我电话 啊 没有接我电话 她上夜吧 你能把地址划给我 我就打一个车过来吧 哦 那她外面的商店是多少号啊 那个强袭地址你给我划过来 如果是等一会儿我找不到的话 我那个我就打你电话 你不关机啊 小勇可以吗 嗯 过来要多长时间 要过半小时啊 知道李大姐就在附近 李大姐儿子的同事小勇 最终告诉了他小翔的地址 好久不见 重逢团队决定 马上和李大姐一起 前往小勇提供的地址 李大姐的儿子小翔 现在会在家吗 小勇会提前和小翔沟通吗 小翔如果知道妈妈来了 会躲起来吗 等待好久不见 重逢团队和李大姐的 究竟是什么 以前没有来过这儿是不是 没有来过 从外面来过 我说来他就拒绝 来我是好多次我都要来的 这带子里给儿子带的啥呀 带的香西的绝巴巴 那个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个根啊 做出来的 这边也没有 老家也少得很 那现在走一条陌生的路 陌生的路尽头可能是 儿子的拥抱 但是我想抱的时候 他就想跑 真的是这样的 我就不知所措 真的我说话都很害怕孩子 我不知道有说错什么都没有 又让他们不高兴了 我就想到这些 我就害他们生妈妈的气 妈也不知道怎么弄 其实孩子心里也很苦的 我也知道的 其实他们也有苦 但是他们不像我冲手 到达李大姐儿子同事小勇提供的地址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决定 先让黄小梅老师和李大姐一起先确定小翔的具体住址 再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小勇代理大姐和黄老师去了小翔租住的房子 然而小翔并不在家 小勇说 小翔应该是在上夜班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也和小勇进一步了解了小翔的情况 其实要说了解 我们其实也了解也不算太多 因为他就是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下班 然后回家最多也就是玩玩手机 也不出去也不干嘛 也不玩也不干嘛 他有跟你跟你们提起过自己的家里人 一些家里的事吗 没说过家里面的事 但真的很感谢你 你能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最起码知道具体地方了 过去再吵面了 我怕我到时候明天记不住 稍慢一点 如果不咱们走 再次确定了李大姐儿子的住址 并且得知 李大姐儿子的身体状况还好之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终于暂时输了一口气了 他的这个同事 你也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经常问他的弟子 他都不告诉我 今天说来了说急了 他确实才告诉我 我不是不想来 我老早就想来 我知道 他就说你来了我就躲了 咱们今天虽然是也没见到儿子 但是至少知道 早到他 知道他在那里住了 对 阿姨你亲眼看见儿子在那住 他居住的环境 那咱们明天 咱们一起再过来找他 看看儿子能不能和咱们顺利的我们打开心结 好的好的 行 那咱们 明天再来 对 第二天一大早 好久不见的重逢团队 和李大姐母女 一起启程 前往小翔的住址 上夜班的儿子小翔 现在已经回家了吗 他如果在家 会给突然来访的妈妈 开门吗 如果说我们贸然的去敲门 他不开的话 等于咱们就把这条路堵死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让昨天他的这位同事 能够让他过来 这样的话呢 他敲门 我觉得他以朋友的身份 他们俩经常有联系 这个开门的可能性就极高 只要能见到人了 我觉得就好办了 对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小翔你好 你现在方便吗 在同乡去了 你到同乡那边上班是吧 在同乡那边怎么办 你估计他现在应该是在家里 对吗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我们先去尝试一下吧 好 因为毕竟已经到这儿了 就怎么都要尝试一下 那好吧 我们两个学生先去了 你看一下 对 阿姨您现在是 我刚才看您手在走 您是怎么 现在是什么心情 但是我心里面也害怕 也害怕他躲起来 我见不到他 心里面也挺着急的 我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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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卫 妈啦 妈妈看上你来了 你去 мат了 你去给妈妈开门了 李大姐的儿子最终打开了房门 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也走进了他的家 让李大姐放心的是 儿子的脚疼已经没有大碍 但第一次看到儿子居住的环境 他还是非常的心疼 儿子 妈早就说来给你 给你去租一间好的房子 你说好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爱他 说实在的 我连早都找不到 你先别这样大姐 你这样的话孩子会很难受 你别这样 儿子 你这样 真的让妈心疼 你知道吗 来 来 出来 见到儿子后 李大姐的情绪有些激动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的黄小梅老师 决定带他和小翔一起出去 好好聊一聊 黄小梅老师 首先看了小翔的体检报告 确定了他的健康状况 挺好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妈妈的突然来访 让小翔有些不知所措 但他的情绪一直很平稳 接下来 他会说出 不和妈妈联系的原因吗 阿姨第一个要谢谢你 谢谢你 能够我们走出来坐在这里 我知道在你的心里 不是完全的愿意我们感受到 但是阿姨要谢谢你 就像我之前跟妈妈说的 我知道 虽然妈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也没有给到你们太多 但是你们自己成长得很好 很懂事 自己不争气 哪有啊 你哪里不争气 你觉得你自己不好是吗 不好 不是 我不觉得 我一直在跟妈妈讲 一定中间有什么样的误会和原因 绝对不是表面上说 孩子 不见妈妈这么简单 不是这样的 孩子在心里对您是有排斥的 孩子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 这么闹心的状况下 没有去怼你一句话 从来不对嘴 那你想没想过 孩子心里有多少委屈 一直就没有说出来 我们俩单独聊可以吗 尽管李大姐的儿子小祥 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但却不愿意和他沟通 在妈妈面前 也一直不愿意说话 小祥会和黄老师敞开心扉吗 不知道你们俩都很懂事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懂事 就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到心里 想不来到了可以吗 可以 就像阿姨刚才说 这两年的时间不见妈妈 一定是原因的对吗 你和爸爸有联系吗 也没有联系的吗 对 他好多如命 没法说了 明白 我那时候几岁 六岁还是几岁 大过年的 我没被那时候更小 我那三岁还是两岁还是三岁 那我过年的时候 哭了不停 我父亲就去大海去了 为啥 为啥这段时间摸 摸命 不想我母亲来看我了 我感觉我有点抑郁了 因为感觉再怎么努力 你自己没有学识 自己没有文化 在现实社会当中 你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 我坚信你也希望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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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小翔心里一定知道妈妈对她的爱 只是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 不愿意和妈妈沟通 没见到小翔之前 我们猜想 也许冷漠是小翔无奈的选择 无奈背后隐藏的是她成长中的伤痛 见到小翔后 我们觉得她也许埋怨过妈妈 但她更期待妈妈迟来的爱和陪伴 一家人吃完团圆饭后 黄老师再次找到小翔 这次她很高兴地答应了以后可以和妈妈保持沟通 妈妈想要保持一个电话的畅通 同意了 同意 同意 过年的时候 一定两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是吧 可以的吧 回家看看 好的 太棒了 为了改善小翔的居住环境 李大姐想帮她重新租房 但小翔坚持说 自己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 重新租房的时候 只能一点点再做她的工作 但李大姐坚持 帮小翔先收拾一下房间 我都老了 现在是棉被啊 这时候我说的话 说吧 有点过分 但是现在的话 既然说把话说开了嘛 看到她现在过的什么生活 我妈还真的也放下心了 我心里疙瘩都掉了 死都也掉了 特别幸福 我也觉得有安全感了 儿子跟我带来安全感了 我也特别安全 李大姐和儿子小翔重逢之后 好久不见重逢团队 也准备离开了 这时候 小翔悄悄出去 回来后 给每一个工作人员手里 都塞满了糖果 这一瞬间 冬日午后的阳光 格外的暖 糖果 也格外的甜 希望李大姐和儿子 希望李大姐和儿子接后的相处中 也能有更多的温暖和甜蜜 希望这对母子和他们的一家人 都能够越来越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